大家好 欢迎收看趋势指标 那今天是7月24号礼拜五 好 台股今天开高以后 大概到了11点多以后 11点半 接近11点半 开始做一个所谓的击杀 那中场跌109点 量是扩增到2645亿 好 今天下跌是错扩量 那在7月21号的时候 就是礼拜二的时候 当过高的时候出量 我已经跟各位讲 你小心 嘎三下你要小心 就是过高以后 就是高档有人在做卖 然后在过高以后你就要小心 因为从这里就已经看得出来 黑K带量 黑K带量 来 黑K带量 红K带量说 黑K带量 黑K带量 红K带量说 红K带量说 黑K带量 这三根做一个所谓的短又多以后 又出量 但是没有扩前面的概量 这叫做假突破 前天又没有概量 昨天小涨今天出大量 好 OK 所以我已经跟各位讲 量为价的先行指标 只要在相对高档出现大量 你就要小心了 那我刚刚跟各位讲 黑K带量 红K带量说 这个就是有人在做编拉 编出的动作 好 台积电今天开告以后 我今天涨很多 今天它涨了4.5大点 那4.5大点等同于1点 是占全值大概8.5 1块8.5 那如果扣掉这个的话 事实上今天是涨100 大概涨到147点 48点左右 来看一下 3406 郁金光 那郁金光之前在高档 我就跟各位讲 我会K他 我有留下证据 然后呢 我当天 这一天 7月8号就跟你讲 7月9号 839 事先做预算了 然后算出来 算823 全部都在82几 840那附近 我已经跟各位讲 你要爱人的力 人要爱你的母 你要探8块盘的 鼓励 现金鼓励 你都要小心 你是赚了鼓励 但是你赔了股价 然后呢 一直跟各位讲 每天在这里 就跟各位讲 7月 22号 除完洗以后 你要小心 那除息当天 我在节目上面 连续公开一个礼拜讲 除息当天 要卖 要空 我不是现在跌下才讲 今天呢 一样再继续 开平高 走低 又大跌49块 从838到这一段 已经200多块了 那来 这边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 技术分析 来 这里都没看到的同时 来 你看这里有823 这浴金光 浴金光 然后没有看到的同时 我在节目上就跟各位讲 这里都没看到 那我是不是跟各位讲 你要小心回来 630 因为回档0.38是基本的 一定来 我在节目上面讲 你们在听 来 这一段都没看到 今天到了 那你说 你以为 这里就止跌了吗 那演 那顺宇光电 抢他的单子 对不对 那我跟各位讲说 大力光 很明显的 大力光是古后 它是纯苹果供应链 它都已经没办法 随着加权过高 就代表 苹果 它是有问题的 而且 我要跟各位讲 美国的保护者消费委员会 它已经针对苹果的股价 还有它的价格 已经在做调查的动作了 那苹果本来9月份 就差不多9月份 要发布新机 对不对 它现在可能延到10月 甚至最新的一个说法 有可能延到12月 然后呢 手机的部门的部分 它的一个所谓的销售 是又减少 那又没有心机推成初心 来做一个所谓的 促销的动作 那是很伤脑今天一件事情 这都基本面的一些所谓东西 然后呢 还有一个状况就是 中美两国现在在互杠 川普叫美国在休斯顿的 叫中国大陆在休斯顿的 领事馆关门 然后呢 中国大陆这边也讲 你美国在我的成都 成都的大使馆 你也给我关门 这两边已经开始火热 甚至川普讲 你现在这个结果眼上 你即使中国大陆在买我 100亿200亿的农产品 我都已经 已经没有用了 这都是基本面的东西 所以我都跟各位讲 基本面的东西你要懂 这我都事先跟各位讲过了 然后呢 技术形态都事先预告给各位 好 来 这样你各位看得懂吗 看得懂吗 你这样看得懂这是什么吗 这一段就是空底区 空底区 如果用日线来看的话 来 这前提厅 我没有讲 我没有讲 有讲我就有讲 没讲我就没讲 但是呢 有一些来上过我课的 我会跟他讲 在这里 这里已经建高了 你要小心 你要小心 好OK 那我们来谈谈 美股的部分 美股的部分 我之前就已经跟各位讲过了 道琼的部分 这个区域 26905 这附近是一个水的空底 从18000涨到这里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那当然 他已经相对来到 相对已经开始 已经要扣高转折的 一个水动作 好OK 那我们开始来讲短线的 郁金光在高档请各位 要卖 对不对 除息前 还在节目上 就已经跟各位讲 出息的时候 叫你要跑要跑 你也不听 从我讲完到现在 已经跌多少了 200块了 2454 连巴克 今天我有空他 3105 之前跟各位讲 332叫你不要做追 我都有留下证据 我电脑都有留下证据 2327 告诉你 40607 你不要做追 对不对 3227 告诉你 242 你不要做追 现在201 来 一档一档验证完以后 我们再来讲 发哥叫你不要追 我今天K他 怕空做技能 这跟 就跟我国具在这里 这条大量KD 我就跟各位讲 怕空做技能 这里就不要做追了 这叫怕空做技能 郁金光告诉你 这里我空 对不对 这都有证据 不然你去看我前面的YouTube 然后下来 这一天 7月16号空单强制回补 7月22号 开始出席 出席 当日 在这段期间 我就跟各位讲 出席 你就要开始做 卖或空的动作 因为 开放直觉 现在在这里 来 文帽 有没有 332 告诉你 不要做追 为什么不要去做追 我之前讲过了 因为上温光电的问题 对不对 242 245 好 OK 那我们现在谈谈短线 那短线 现在引起很多投资朋友注意 这个都是我在交投资朋友的 那昨天 来索取我 趋势转折公司的 我赖里面有一万多人 大概有三千多个来索取 那我们今天要找时间 就是请助理发给你 好 OK 来 这7月23号讲7月24号 今天一开盘 就开空底 12467 开在这里 开在这里 很强 跳空散开 所以要怎么去抓它 来 465减掉360的人都啥 现在已经很多人 看我电视都会拿计算机来算 465减360不是105吗 乘以点382再加10465 所以算出来高点是1052 505 今天最高10502 那第一点呢 第一点因为它是做一个所谓击杀 它是结构上面出现问题 因为拉台积电跟 联发科两档拉高它的全值 电高指数在做其他股票 在做出货的一个所谓动作 所以我是跟各位讲 来 105对不对 低点是10295 今天最低102226 266 收盘12304 我这讲是很快的 来2454 联发科我今天在高档控它 我在讲这个各位懂吗 不懂 来 这边多少26块 对不对 26块 85减59等于多少26吗 701就不要追了啦 这里703 我一直跟各位讲高档都是散户买的 OK呢 那为什么都会只到670而已 因为在跳空上开 是短线的 那告诉你 怎么去算 这里不是这样26吗 668.9等于669 今天最高670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有些投资朋友 这郭宪政看得懂有料 来 郁金光 今天最高686 最低得到628 收盘呢 我跟你讲 我们在做股票就这样 我会短空转为长空 了解吗 先做短 先进去 如果看不对 我就留长 听得懂我意思吗 在高档的时候 800多话就跟各位讲了 强制围捕 7月16 我被强制围捕 赚钱围捕 谈声上来 在节目上来 告诉各位 要继续空 OK 怎么算 91-45等于多少 406 原来低点 可能在627 627 今天最低628 那高档一样不变 不变 不变 听得懂我意思吗 你这样不是胸有成竹吗 对不对 来 再看一下我们吗 昨天告诉你319跟329 来 高档331 高档都是散户买的 331 昨天告诉你329 低档告诉你320 今天低档 低档告诉你319 来319 今天最低320 对不对 是不是 你短线上操作这样 但是波段 我就跟各位讲332 你就不要做追了 对不对 那散户呢 短线上就是买这里 砍这里 这里不是告诉你 这里不要做追 那短线上这里是最有称 这叫短线 短线 那我做短看长 听得懂吗 你即使在空 你要在一天的高点去空它 而不是在低点空 懂不懂我的意思 来3227 昨天告诉你 212跟199 今天最高211.5 最低199 低点一块都没差 高点差0.5 这叫功夫技术 听得懂吗 6488 今天最高423 昨天告诉你420 低点406.5 昨天告诉你402 起码你 你懂得不要在420这边追 收盘408 听得懂吗 来国据 今天最高 今天最高396 老师你昨天讲392而已 392而已 今天开盘 它比较高一点 那你要去算 起码我跟各位讲 392以上不要做追 你如果要做调整的话 很简单 10块乘点382 再加392 396就不能追了 今天最高 这短线 波段我是不是跟各位讲 408你不要做追 对不对 那最低呢 会不会算 会不会算 一样嘛 一样嘛 10块嘛 385.8 看得懂吗 385 哎 哎 我一直跟各位讲 这不是乱调整的 那你如果会预算 你就可以事先知道 哪一档股票 你今天就可以算 明天要怎么做操作 那很多投资本专门在做短线 那要不要学就看你了 要看你了 如果 你 你只是 哎 明天怎么做 你都不知道 啊你就是看到 旁边上见 见掌 你就追见谍 就砍 你这样一辈子不可能赚钱 一定会被 一定会早毕业 晚毕业 一定都会毕业 你要事先做预算 那我 先预算以后 调整精准无比啊 没有模拟两可啊 来 这关键有在跟各位讲 投资本套来 我原因 赔姐的原因就是追买股票 因为你不会算啊 那你懂得赚钱的主要原因就是 事先预算高低点啊 那明天台北 礼拜天台北的指数 个股专班 我会教各位 你只要用按计算机 我就教你怎么做预算 我一直跟各位讲 我把技术现行转化为数字 一般的技术分析 做不到这一点 做不到这一点 我会抓高点低点 不是用单一技术 那有些技术分析 我不方便在节目上面讲 我的秘技有什么 三关架 三关架 趋势转折 三转折 五转折 税部K 竹部K 亮年饼 均线便宜 还有很多 我不方便在节目上面讲啊 这都是我发明的 那如果你长期在股市里面操作 那你学习到我告诉各位的短线 那短线是最难的 你短线会 然后呢 你也可以应用在中线 可以应用在月线 短中长 通通都可以 各股指数 通通一体适用 而且我教你的 这种技术分析 外面学不到 所以我开的班都是小班制 只有想要成为高手 想要赚钱 然后看我电视节目 知道我有料 我现在几年的功力 我会教这些少数人 那我跟各位讲 少数才是赢家 散户不要来找我 因为赏户看不起我的节目 为什么 因为我节目都教那技术分析 事先做预算啊 那事先做预算 对的比率只有八到九成 但是别人是 非家贵在奔逼 大家都对啊 从来没有错 那容忍不下郭先生 我事先预告的 错一次或两次 一两成会错 但是我对的几率是八到九成 那你凌了天将事后吹嘘呢 那代表你是赏户嘛 了解吗 所以你在这个市场上 如果打败这些主力作手法人 我也学习四千预算技术 这种四千预算技术 我偷偷告诉各位 作手法人都是这么做的 有听清楚了吗 作手法人 外资都是这么做的 有听清楚吗 想学你就来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现场 再跟各位预告 下礼拜一几档股票 区间怎么去做预算 好 7月26号 礼拜天非会员序列 那你学到以后 一辈子受用 短中长线 个股指数 你通通自己会算 你自己要做股票 或是你要怎么做指数 你都会算 这个很多人跟着我学 那三观价 双方价七速转成 综合运用 速播023898689 也可以在我 LINEA上面留言 也可以在我 LINEA上面的信上表单 填写预约报名 启发头顾有粉丝团哦 向往花钱不犹豫的生活吗 想轻松退休 不为钱烦恼吗 快掌握启发头顾 分析师动向 线上解盘 财经解读 台股分析 讲座资讯 重点新闻 启发头顾粉丝团通通都有 锁定启发头顾粉丝团 让你财富满满满 竹梦专线 0223898689 启发头顾 启发头顾 启动财富成长 发现幸福人生 想带家人出国旅游 却难以实现 想为家人换车 你却迟疑了 也让缺钱成为你的理由 让启发头顾 协助爱家的你 达到幸福美满的家庭 选择启发头顾 获利轻松入带 致富专线 0223898689 0223898689 启发头顾 好 欢迎回到现场 所有人注意的就这些东西 很多人注意看电视就要看这个 事先做预算的 我已经讲7月27 这是7月27号的环球晶 这是7月27号的原项 我会算这个高低点 不是用单一技术 那调整以后你精准无比 7月27号的文贸 7月27号的郁金光 7月27号的国具 7月27号的联发科 那这个可以去算短线 当然波段中线长线都可以算 我今天日线上今天我算明天 当然我可以这周算下周 我也可以这个月算下个月 懂吗 那你手头上要做任何一档股票 我教你的都会算 那你先事先做预算 一开盘 一个如果每角出来你就知道 调整你就知道它的高低点 非常准确 没有模棱两可 没有模棱两可 所以你就变成低买高卖 那如果你在股市里面 长期做操作 欢迎你来学 那我也跟各位讲 早跟晚你都会来学 越快越好 需要我帮忙 想要来学习的 注意广告中时段电话 或是在我LINEA上面 填写线上表单预约报名 或在LINEA上面私讯我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告一段落 祝各位下礼拜操板顺利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